我問身為綠甲是怎樣? 很簡單,有了嬰兒 外出了電視給大家看,螢幕是最新的兩支綠 前一天是大陰竹,現在是一隻羊竹 你想像是孕婦 昨天的陰竹是一位女士 一位女士站著,當然是長方形 前面突出了肚子,好像有嬰兒一樣 中間突出了出來,又不是高一點突出來了 高一點突出來了,身材就好一點 中間突出來了 中間這個位置就叫做身為綠甲,有嬰兒 是甚麼訊號呢?顯示甚麼呢? 阿嘉就會跟大家說 其實身為綠甲,首先有一個跌勢 昨天是一個跌勢,但跌勢之後 其實就變了高一點點,然後好像有些很淡真詞的力量 正常的話,很多人就覺得 譬如說由跌轉去一個趨勢是很淡真詞 下一步可能就是很有反擊 大家就會去看,因為是漸變 由淡變了很淡真詞 這個位置是否會變好呢? 所以有些說法就是這個是偏好的訊號 但譬如說你去到今天,有觀眾說 就說身為綠甲好像在3月的時候 做了兩支身為綠甲之後都會升 那是否身為綠甲之後就會至少有個裂口反彈 你要留意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已經過了趨勢升市的時候做的 過了幾個月 和現在的形勢有點不同 第二件事就是 你看回譬如說 我就說3月21日 3月28日 和3月30日 三支都算是身為綠甲來的 但是3日來說都是一個下影線較長 而收市是偏向高位的新華綠甲 那支洋軸 走勢比起今天暫時來說是強的 暫時你看到那支洋軸是很少 甚至乎現在都不知道是否守到開市價 下午都不知道 但是而它的上影線是比較長的 是今天那支洋軸 即是當恒指今天升到三百點的時候 屢次有些資金打下來 即是反過來 可能即使是有些壓力在那裡 你看回分市就知道了 今早其實它曾經升三百點左右 兩次 然後就打下來了 好像有一個小雙頂 所以其實一來你都要看看 今天的收市究竟是否能保持陽軸 而你其實所謂的新華綠甲的形勢 其實今次很明顯和三月那兩次是有少少不同 那兩次是真的收到差不多低下的 是強勢的新華綠甲 沒錯 你要看看下午的 即是你還要看來近半天是怎樣 萬一真是新華綠甲 其實行指真是很厲害 再拉上去 破了一九九五 那就強了 OK 但現在起碼未似是這樣 明白 即是不能單看是否是生華綠甲 以及陰陽 而且是你日中的時候看 所以你要先看定一點 對 就不是一條方法 陰陽軸之後又是陽軸 或者陽軸陰軸後便又是陰軸 所以就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阿佳也說了 之前的兩個例子 之前的陽軸都是強勢的陽軸 另外一件事你用一兩支洋竹去定義一個轉強的訊號是比較弱的 例如強一點的可能有些長線幾個月的高低腳 越長線的給你的利好訊號才是越可信 越短線的越不可信 這個大家要留意 這個大家要留意 這句話 正確 這句話 謝謝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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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